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是比勇博 此以比勇博一个人拿到了26个篮板球 其中还有8个前场篮板 对面以篮板球著称的TT 只能在比勇博下场的时候偷几个篮板 除了篮板球上的历史级表现之外 他在三秒区的威慑力也是首屈一指的 整场比赛他冒了詹姆斯四个 都能出几锦了 只要他站在禁区里 骑士的突破手们就不敢在三秒区肆意妄围 虽然这轮系列赛 猛龙依旧抗战失败 但比勇博却依靠这几场球 正式打出了身价 第二年就迈入了千万球员之列 和很多来自非洲的黑人中锋一样 他在选秀之前的模板也是穆大叔 他甚至获得了穆大叔的特批 可以在盖帽之后使用摇手指的动作 2011年带着对第二个木托姆博的幻想 黄蜂费尽周折 把比勇博从国王那里抢过来 可能在乔丹眼里 选这样一个有身高 有臂展 运动能力不弱的黑人大哥总是不会错的 于是比勇博的NBA之旅就从夏洛特开始了 作为首轮第七顺位的天之骄子 他第一个赛季场均5.2分5.8篮板的表现 恐怕很难让人满意 和很多非洲中锋一样 投篮一直都不是比勇博的强项 他得分的方式主要还是通过二次进攻 不过他在第二个赛季场均7.3个篮板 让人们从他身上仿佛看到了一个优势蓝领的影子 比勇博在球场上的状态和他的性格如出一辙 坚韧而稳定 2016年季后赛结束之后 他的经验表现 为他带来了第一份大合同 四年7200万 对于一个场均5.5分8个篮板的中锋来说不算便宜 很明显 魔术管理层是想把未来压在比勇博身上的 但那一年魔术囤积了太多的内线 比勇博大多数时候也是作为替补存在 上赛季场均6分6篮板 不知道能否让魔术球迷满意 这一年魔术图积了太多的内线